第四百五十四章单起比拼 好啊 哈哈 只是朱允文还未开口 张胜伟却是哈哈一笑 颇为爽快道 得罪玄空山 三千小世界再大 也无我等立足之地 跟注目兄弟 我张胜伟倒是没什么问题 跟在他身后的 还有玄空山数百名弟子 长王 这数百人 此次的重生 赐于沐云之手 对于沐云 他们心怀感激 各位 玄空山容不下各位 我沐云能够容得下 不过 我知道自己实力弱小 可能无法服众 但是我与玄空山之仇 不亚于各位 大家愿意留下的 便留下 不愿意留下的 可以直接离开 我绝不阻拦 只希望各位能够安全 沐云此话 倒不是显得他多高尚 而是事实 这上千名 玄空山曾经的天才 他并没有打算全部留下 愿意留下 就留下 想离开 就离开 他需要的是 了无牵挂 而对玄空山 怀着大恨的舞者 二爷爷 我会留在沐云身边 因为我 需要复仇 朱亚辉认真道 我当然不走了 孤家寡人一个 哈哈 张胜伟也是哈哈大笑道 天大地大 似乎也无我等立足之地 朱允文无奈苦笑道 沐小兄弟 我期待你的表现 听到此话 沐云微微一笑 朱允文可谓是悬空山内长王 同时又是朱家长王 在朱家和悬空山都是名气颇高 如果将他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 所能得到的将会是这千人之中大多数人的拥护 既然如此 那我们赶往洛魂岛吧 沐云微微一笑道 既然要抵抗悬空山 那就要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才行 复仇之路 必定是鲜血淋淋 便名为血蒙吧 血蒙 沐云心底的话并未说出 以血为蒙 他心中更多的是想着 血霄的仇恨 好 血蒙 让悬空山那帮老狐狸知道 辱人知道 必定被辱 张胜伟哈哈大笑住 看住沐云 秦梦瑶微微上前 将其搀扶住 不管沐云做什么决定 总归是有他的道理 洛魂岛 血蒙 会不会如同当年的云蒙一般 在三千小世界 声名雀起 而与此同时 临世岛的那数百名舞者 也是逐一返回 三大岛屿是很强 可是相比于这些曾经的悬空山天才 依旧是弱了一线 加上这数百名中间力量的帮助 以及临世岛本身人数的优势 那几百人前往 自然是占据着大好形势 东鸣长老 何彦长老 席龙长老 看到领头的三位长老 朱允文拱了拱手 客气道 三位在悬空山内 地位和他相差不多 只可惜 也是被悬空山拉去做了血吃计划 三位长老好 沐云恭敬道 沐小兄弟客气了 东鸣一身黑袍 看起来不苟言笑 只是此刻看住沐云 也是满脸堆笑 若不是沐小兄弟 我们此等恐怕会在那古龙遗址内 直到老死 和前人无异 还要多谢沐小兄弟 何彦长老看起来 倒是多了几分温和前辈的滋味 笑道 当真是后生可畏啊 席龙接过话道 好坏都被你们两个老东西抢走了 我还真是不知道说什么了 不过此次 天伦岛岛主轮回命被杀 婆罗岛岛主罗巴天也是受到重伤 鬼哭倒鬼哀更是直接逃了 三大岛屿溃不成军 倒是不必担心了 林明呵呵笑道 现在七十二岛屿 才真正算是各自掌握在自己手中 嗯 沐云听到此话 不由高看了东鸣 何彦 西龙几位长老 这些人都是悬空山的首席长老 地位崇高 名不虚传 话语落下 看住几人 沐云微微笑道 各位长老 先到洛魂岛之上 再来好好聊聊吧 好 嗯 大战过后 血无情已经是开始安排血沙岛之上的事情 看到沐云带人离开 他并未开口 血无情自然是明白沐云的意思 现在南海海域七十二岛屿之上 各大势力的岛屿虽然是连城一脉 可那是为了对付天伦岛和朱家 现在敌人已不在 倘若沐云带着一大帮人留在血沙岛之上 很多人会感觉如同如梗在猴一般的难受 此时此刻 沐云离开 只是帮助血沙岛和灵尸岛完成对朱家和三大岛屿的联手 表明他没有统治七十二岛屿的意思 而事实上 他确实是没有 沐云确实是并未打算联合血沙岛 和灵尸岛目前的声望 来统治七十二岛屿 既然准备抵抗悬空山 他需要的是自己最贴心的实力 属于自己的 完全可靠的 南海七十二岛屿 说起来是很威风 可是实际上 即便是掌控在手中 譬如悬空山这等强大实力 稍加手段 便是可以直接将七十二岛屿组成的联盟瓦解 既然如此 倒不如自己组建势力来得根深蒂固 而且从古龙遗址内带出的上千人 本就是悬空山各个长老 天才弟子 就算他们不愿意留在洛魂岛之上 将来再次见面 至少不会成为敌人 来到洛魂岛 看到距离洛魂岛城市之外的荒山之中 拔地而起的一座座建筑 沐云微微移了 他确实是交代血无情建造容纳千人的房舍 可是没想到 半月时间就完成了 更没想到 那房舍看起来错落有致 别有一番味道 血蒙 这里就是血蒙将来的核心之地 沐云指着那山林之中的一排排防射 傲然道 多年前 他与自己好兄弟曾经也是这般 摇手一指 九天银河之上 云蒙由此诞生 今时今日 他更是需要积累自己的资本和实力 各位 请 沐云拱了拱手 微微一笑道 接下来 便是与这上千名曾经的悬空山弟子和长老摊牌 愿意留在此地的就是血蒙之中一员 不愿意的 可是随时离开 而沐云救了他们的恩情 不用归还 利害关系 沐云与他们商议完毕 而沐云更是给他们思考的时间 并没有这急让他们回答 沐云已经是展示出自己的诚意 剩下的便是由他们自行考虑 而至于他们考虑的结果如何 便不是沐云能够决定的了 落魂岛 名字听起来很悲凉 可是地方确实是不错 只是人烟稀少 不过也刚好 足够血蒙缓慢发展 沐云微微一笑 走出房舍 看住海岸 你真的打算在这里建立血蒙 向悬空山挑战 朱亚辉一身白色长衫 苦涩笑道 悬空山的强大 你不是不知道吧 我自然是知道 沐云转过身 看住朱亚辉道 难道因为对手强大 便可以放弃自己所维护的东西了吗 这倒不是 朱亚辉一愣 苦涩笑道 沐云的反问 确实是让他难以回答 对手强大 就可以不去努力拼搏了 自然不是 若是因为如此 那武道之心 还谈何休武 倒是我自己被关了几十年 心底反倒是害怕了起来 朱亚辉苦笑道 家族都足以弃我而去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哈哈 休武休武 为的就是能够在天地间无所拘束 倘若被人按住跪在地上 还要畏畏缩缩 那还不如不休武道 没错 沐云微微一笑 武道之徒 走的就是坚定的信念 没有克服一切的坚定信念 还谈什么武道之徒 好 血蒙成员 算我一个 既然被家族抛弃 那我朱亚辉就平级自己 杀回悬空山 让那些丧心病狂的老东西知道 他们曾经愚蠢地决定 朱亚辉哈哈一笑 脸上尽是得意 面对此景 沐云微微一笑 一些人 他不需要拉拢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只是 血蒙刚刚建立 仅仅是靠着这一排排的房子 可不行啊 怎么样也需要有点规模才行 云哥 好消息 秦梦瑶此刻走来 笑音迎道 哦 什么好消息 沐云微微一笑道 气聚门和天丹宗 每隔十年召开的单期比拼 开始了 单期比拼 听到此话 沐云倒是一愣 倒是新鲜 说说看 气聚门 天丹宗 这两大宗门 每隔十年 便会召开单期比拼 他们会广摇整个三千小世界的天才 到达中域 进行练单 练起比拼 而此次 也不例外 其实 气聚门和天丹宗此举 是为了拿出高额的奖励 来激发那些 影视不出的天才 来参加比赛 借此招揽 有天赋的弟子 壮大几身 秦梦瑶笑道 不过奖励 确实是十分丰厚 今年的比赛 据说万振宗也加入了 万振宗 没错 秦梦瑶回答道 天丹宗 气聚门 万振宗 这三大门派 在整个三千小世界 也是堪比九寒天宫 和玄月圣地的强大所在 此次联手举办这等盛况 就是为了扩大几身的血脉 发掘有天赋的天才 招揽进入到各自宗门 强大几身 嗯 这在三千小世界 确实是一大盛况 不过今年 没想到万振宗 居然也加入了 第455章 血蒙成立 朱雅辉接过话道 三大宗门联手 这次倒是热闹了 哦 有什么奖励吗 当然有了 秦梦瑶笑道 圣丹宗的奖励 是一枚超越 几品圣丹的丹药 气聚门的奖励 则是一柄超越 绝品圣器的神兵 今年万振宗 也是下了狠心了 胜者可以到 万振宗的宗门内 随意挑选 十件布置 大阵阵法的材料 馨儿和我说了 让你要到中域 参加比赛 赢了第一呢 赢了第一 朱雅辉听到此话 苦涩一笑 要想赢第一 那必须是 几品圣丹师 绝品圣骑师 顶级临阵师才是 这三者 似乎木云一样 都不沾边啊 呃 赢第一可以 不过不会强行 要求我留在宗门内吧 那倒是不会 朱雅辉呵呵笑道 不过你确定 你能够赢得第一 倒不是朱雅辉 小看木云 而是三千小世界内 天才无数 古飞扬当年 虽然是被称为 三七合一的超级天才 可是当年据说 也仅仅是取得了 炼丹第一 木云 真的行 丰厚的奖励啊 看来不去都不行了 木云不得不感叹 他现在真的是 缺少太多材料 来助手建立血蒙 他要将血蒙建造的 趋于完美的防御 让悬空山也啃不下 好 既然如此 参加比赛 木云哈哈一笑道 眼中净是狂妄 炼丹 炼气 阵法 如果是在万千大世界 木云还真不敢 吹嘘自己多厉害 可是这里是三千小世界 他有着绝对的自信 信手拈来 天才 在天才 在他面前 也只有被打压的份 只是 以自己现在与仙境三重境界 似乎炼至极品圣丹 绝品圣器 还有些牵强 但倘若是踏入到与仙境四重 闭谷不实 那么这些问题 都将不是问题 看来这段时间 需要好好磨练一番 比赛在什么时候 四个月之后 很好 看来 是时候准备好好大干一场了 木云信誓旦旦 哈哈一笑 直接离开 木云真的能行 朱雅辉一愣 那比拼的可是极品圣器 极品圣丹 木云能行 参加比赛的 可都是百年不遇的天才 甚至是千年不遇的天才 木云哪来的那么大自信 当然了 秦梦瑶得意道 别人不行 他肯定能行 师尊参加这么低级的比赛 不会无聊吗 叶秋有些纳闷 摇了摇头 这一句话 却是让朱雅辉和秦梦瑶 都是彻底无语 低级比赛 整个三千小世界 最为轰轰荡荡的比赛 落到叶秋嘴中 居然是成了最低级的比赛 这要是被旁人听到了 绝对会胖揍叨叶秋一顿 我算是看明白 这师徒二人 没一个是正常的 朱雅辉苦涩一笑 摇头离开 木云确实是需要参加比赛 超越极品圣丹的丹药 那恐怕是虚仙丹 这等丹药 没想到天丹宗也能够炼制出来 而且超越绝品圣器的神兵 那就是虚仙器 所谓虚仙丹和虚仙器 其实本质上和仙丹 仙器并无区别了 缺少的 仅仅是仙器 只是虚仙丹和虚仙器 共分七品 不知道器具门和天丹宗 拿得出手的是极品的 但是最重要的 却是万振宗的那时间炼阵材料 随意挑选 实践 足够木云炼造出一座顶级灵阵 整个三千小世界 能够炼制顶级灵阵的 一把手也数得过来了 而至于灵阵大师 灵阵宗师 那就是唯有万千大世界之中 才会出现了 看来现在必须要将境界 提升到与仙境四重 否则 实力不济 炼丹可是跟不上木云打定主意 这三大冠军 他绝对要取下来 为了血蒙的安危 建造大阵 虚仙器和虚仙丹 他可以放手售卖 可是炼阵材料 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万振宗毕竟是整个三千小世界 积累庞大的宗门 不知道宝库内 到底会藏着什么好东西 渐渐的 身在落魂岛的众多 被木云救出的各大弟子和长老们 也已经是决定了自己的心意 一千多号人 最终只离开了三百人不到 而且这一部分离开的人之中 还有很多一部分 是想要回到家族去看看而已 最终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的舞者 愿意留在血蒙之中 其实很多人也明白 他们已经是被玄空山判处死刑 所以无论如何 必须要找到投靠的人 血蒙的成立 不惹人注目 恰好可以让他们隐匿 而最重要的却是 木云此人的手段 现如今 七十二岛屿的前三大岛屿 天伦岛岛主轮回命被杀 婆罗岛岛主罗霸天 和鬼哭岛岛主鬼哀 两人选择投降 而他们投降的正是木云的血蒙 这一举动 让所有人意外 可是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 叶秋可以说是现在 整个南海海域内最强大的舞者 两座岛屿将天伦岛瓜分 而后将所有积蓄全部上缴 以表忠心 这一举动 使得洛魂岛瞬间名其大长 这也促使那些悬空山的长老 和弟子留下的决心 他们见识到木云的手段和胆识 或许跟住他 真的可以复仇 而投靠其他各大势力 复仇 根本不可能 现如今 整个三千小世界 除了血蒙 哪一个敢直接叫板悬空山 洛魂岛 一座由石头堆砌成的大殿之中 数百道身影站立 木云傲然站在前方 看住众人 心中澎湃 各位 既然各位愿意留下来 那我血蒙 便是要有血蒙的规矩 木云开口道 我建立血蒙的初衷 便是剿灭悬空山 为我兄弟报仇 为各位报仇 所以今日 我木云可以再次立下毒誓 此生不灭悬空山 枉为人生走一遍 此生不灭悬空山 枉为人生走一遍 好 木云喝道 血蒙出力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们有的是最根本的信念 而且各位都是从悬空山之中走出 实力强大 我们不具任何人 现在所缺少的修炼所需 我会抓紧时间寻找到 各位不必担心 大家需要担心的便是 如何提高自己的实力 下面我宣布 四大长老之位 朱允文长老 为其中之一 总管落魂岛血蒙大小事宜 东鸣长老 负责血蒙单房之事 何燕长老负责血蒙弃格之事 而席龙长老负责血蒙正格之事 木云命令道 现在我血蒙 虽然麻雀虽小 可是五脏俱全 五年 十年 我会让那些曾经傲然之人 溃败在我等脚下 玄空山 总有一日 不复存在 盟主威武 盟主威武 请客间 众人高呼 他们的命 是木云就回来的 所以他们本身 对木云有着感恩之情 而现在 木云对玄空山的仇恨 似乎比他们还要深 更是引发了他们的共鸣 小伙子 看什么呢 看着夜秋愣愣地站在自己身侧 无动于衷 木云笑骂道 跟住他们一起喊啊 无聊 我才不喊 夜秋无语道 不喊 好啊 管不住自己的徒弟了 哎 看来我是不管用了 徒弟都不听话了 木云哀伤地看了夜秋一眼 叹息道 得 我喊行了吧 夜秋无奈地举起手 嘴中喊道 盟主威武 你说啥 盟主威武 夜秋无奈地大喊了一声 这样才对吗 木云拍了拍肩膀 道 加油 师尊看好你 等着你好好保护我呢 直到此刻 夜秋百分百确定 这位绝对是自己师尊众生 这渐渐的脾气和秉性 除了他 没别人了 世事大会很热烈 可是热烈之后 木云就只剩下蛋疼了 血蒙初见 除了三大岛屿送来的那些宝贝 其他真是空荡的可怜 木云只得期盼四个月之后的比赛快点到来 他好趁机捞一把 大转特转 而这四个月时间 木云一直是归缩在房间内不出来 四个月时间 提升到壁谷不实的境界 难 只是木云有信心 因为神空宝洞内一个专业的陪练 简直是比他自己还要经验老练 而在修为的提升之上 每一次进入到神空宝洞内 挑选丹药或者药材 来进行试炼 木云都是一次蜕变 最重要的是 这等试炼很有成效 如临其境 彭扶真正的厮杀 可是每一次死亡 都只是意念的消耗 它很快便是能够恢复过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 隔几天 木云就会拿出一些下品圣丹 中品圣丹 给血蒙成员服用 虽说下品圣丹 中品圣丹 可是木云拿出来的圣丹 功效简直是上品圣丹 极品圣丹还要强 现在云盟内 基本上每天都有切磋 胜者才能够得到木云的圣丹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木云能够得到的圣丹 也就那么多 可是血蒙现在上上下下 一千多号人 哪一个修炼都是需要丹药来维持 只是四个月时间 说快不快 说慢不慢 但是在这四个月时间内 悬空山和朱家居然是都没来找麻烦 这倒是让木云颇感意外 第456章 中天成 以悬空山和朱家的面子 不来找血蒙的麻烦 只有一个原因 有人暗中插手了 难不成会是天宝阁 木云无暇去思考这些了 四个月时间 说快不快 说慢不慢 这一天 落魂岛之上 一道冲天气势 豁然升起 紧接住 一道哈哈大笑声 游近极远地传开 木云哈哈大笑住 从原地站起身来 身上气势 截然不同 与仙境似从壁骨不识 踏入到这一境界 在与仙境之中 才算是真正的站住脚跟 木云也是深深明白这一点 云哥 秦梦瑶飞身而来 脸上带着欣喜的神情 木云这四个月闭关 当真是彻底不出 每月里坐在那里 整个人脸上时而露出欣喜 时而露出焦躁 看得秦梦瑶也是揪心 跨入到与仙境四重 才算是真正的登堂入室 而这次 参加单起之笔 她有着绝对的自信 走吧 让我们去见识见识 这繁华三千小世界内 各门各派 以及那些影视不出的天才们 到底有何手段 木云哈哈一笑道 若是能够再招揽几个人才 为我所用 那就值得兴奋了 三千小世界 分为东南西北中五欲 只是这五欲 只是大家的一个 简单划分罢了 并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 面积广袤的三千小世界 就算是与仙境八重 领悟空间法则的强者 也难以说直接一步横跨 无欲之中 西欲便是以七星门为首的七大势力 七大势力虽然彼此间有间隙 互相不对付 可是如果是外部问题 七大势力会坚决放弃个人执念 团建一致 没人比他们各自更清楚 七大势力倘若各自为盈 迎接的绝对是忠欲那些强大的超级势力的吞并 而南域便是七十二岛屿的势力 七十二岛屿虽然实力稍逊 可是胜在处在大海之上 地理位置优渥 七十二岛屿毕竟是在大海之中盘踞数千年 其他势力想要入侵 就必须要经过七十二岛屿的战舰 以及海面之上各种各样会出现的问题 所以纵然七十二岛屿相对较弱 可是依然是能够在南海海域内安然无恙 而东域便是广袤无垠的大地和深山 整个东域完全是一片乱草丛生 荒无人烟的荒里 这里人烟稀少 这里各个等级的圣兽层出不穷 甚至许多连悬空山也无法了解 但是在这里却是隐藏着一个隐世不出的部落巫族 对于巫族 木云还算是了解 巫族主要所修炼的便是巫术 可能巫族之人实力并不高强 可是巫术和古术却是十分精通 而且这等巫术与东域荒无人烟的生存条件 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巫族之人很少在三千小世界的争斗之中露面 但是也从未有人胆敢闯入到巫族内肆意横行 北域则更是人烟稀少 因为在这里盘踞的是魔族 魔族无论是前世今生 木云都见了太多 即便是万千大世界之中 魔族也是强悍的一个种族 只是在这三千小世界内 魔族与人类的关系 还是呈现出敌对状态 不过因为玄空山 以及中域几大超级势力的存在 魔族在三千小世界北域 还算是老实 但是所有人都明白 魔族就是一只蛰伏的蝎子 趁人不备 随时可能出来咬一口 而三千小世界最繁华的地方 便是中域 这里是舞者的天堂 是所有天才梦寐以求的地方 以炼丹为根基的天丹宗 以炼器为根基的气聚门 以阵法为根基的万阵宗 以及九寒天宫 玄月圣地 无极魔宗 诸家四大势力为首 玄空山为主的这八大超级势力 在中域之中 无人可挡 所以 中域是最能够诞生奇迹的地方 这里 出现一个又一个天才的传说 而中域之中 同样有一座城池 传承万年之久 人口超过千万 与其说是一座城池 不如说是一个国家 中天城 这座城池 在中域八大势力之中 屹立不倒万年时间 更重要的是 这座城池 只归城竹府管辖 任何超级势力 都无权插手 这一点 让无数人感到难以理解 可是事实就是如此 而这里 基本上所有势力 都会再次建立分舵 或者是总堂 揽金楼 天宝阁 暗影阁三大贸易巨头的总堂口 便是在这中天城内 而中天城城主 一直以来便是神秘的存在 常年出现 都是身披黑衣 不露面貌 谁也不知道此人是谁 也无人敢去查探此人是谁 但所有人都只知道 此人姓冯 人称冯城主 从古至今 各大势力在中天城都有驻扎 导致这里也是物价高涨 寸得如今 这一天 几道身影结伴而行 来到中天城内 繁华的大街 足足有数百米之宽 即便如此 此刻大街之上 也是车水马龙 看到中天城的盛况 木云也不禁感叹 万年时间过去了 中天城却是变得比万年之前更加的繁华 只是物是人非 也由不得他不感叹 一行五人 木云为首 叶秋默然跟随 秦梦瑶 朱亚辉 张胜伟三人 也是一一相随 木云此番到来中天城 只带了这几个人随同 朱云文四位长老 则是留在洛魂岛 防止婆罗岛 鬼哭岛那两个还不死心 耍什么心眼 这里是揽金楼 暗影阁 天宝阁三大势力的总据点所在 同时也是此次契聚门 万镇宗 天丹宗三大势力联合举办丹 起 镇大别的地方 三千小世界之中 毕竟天才无者无数 此次虽然规定 能参加比赛的 必须是圣骑师 圣丹师 灵阵师 可是那也是至少有数万人 放眼整个三千小世界 也唯有中天城能够举办此等浩瀚的比试 五人刚刚到达中天城内 根本无处落脚 只得找了一间客栈 只是来来回回问了十几家 全部客满 单起比拼本就是三千小世界的盛世 倒是我们疏忽大意 没有提前来到 秦梦瑶苦笑道 好吧 还是继续找吧 沐云也是指的苦笑 找什么啊 我的贴身护卫 只是几人愁眉苦脸间 一道戏谑的笑声 却是在背后响起 宝灵儿 宝少主 沐云见到宝灵儿 微微躬身 苦涩笑道 没想到中天城 当真是一片土地 一片金 现在连客栈都是满园了 这还不简单 走吧 跟我来 好歹你是我的贴身护卫 总不能让你睡到大街上 而且 还有你这位美丽的妻子 总不能亏待人家吧 宝灵儿和和笑道 此次就算是我敬地主之意 走吧 那就多谢宝少主了 沐云也不是那种推托之人 而且此时推托 万一找不到客栈 那可就是闹出大笑话了 想想四五个与仙境强者 只能在大街上熬着过夜 确实是杀风景啊 只是看到沐云爽快地答应下来 秦梦瑶却是一双眼睛盯着沐云 嗨嗨 总不能住大街上吧 秦梦瑶笑道 对啊 是不能住大街上 不过你这答应的速度 也太快了点 当然要快了 看到秦梦瑶似乎吃醋了 沐云嬉嬉笑道 我还等着赶紧干正事呢 流氓 几人跟随宝灵儿一路前行 走过嬉嬉攘攘的街道 也算是一路浏览 只是这一路浏览 足足浏览了一天时间 方才到达天宝阁 在中天城的总部 天宝阁 三个灰红壮观的大字 盘踞在那一栋高楼之上 整条街面放眼看去 几乎是全是天宝阁的生意 硕大的天宝阁 矗立在中央 声势微猛 而左手边便是一间十几层楼高的客栈 隐隐约约看去 可以发现带着阵法的流动 到了 这里就是我天宝阁总部了 宝灵儿嘿嘿一笑道 木盟主 我可是专门给你留了几间上房 希望别嫌弃啊 多谢了 谢什么 当初你救我一命 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你呢 宝灵儿笑道 这算是我对你表达的感谢吧 你们先休息 晚些时候 想下来吃饭 就下来 不想下来的话 可以呼叫服务 送上去也行 宝灵儿说着 走到客栈门口 宝小姐 嗯 这几位是我的朋友 好生招待 出现一次差错 你就不用钱了 事事事 属下一定谨尊 那迎出来的中年男子听到此话 攻了攻身 赶紧客气地将几人请了进去 身为天宝阁客栈的管事 他一年的进账 简直比各大势力一些长老 还要付得流油 这样美的差事 丢了可是要毁清肠子的 整个客栈 唯有两个字可以形容豪华 大厅处便是一眼看去 足够容纳千人 而且一个个迎兵小姐 更是身材高挑 容貌美丽 穆先生 我家小姐已经是准备好了客房 几位随我来吧 嗯 天宝阁不愧是在整个三千小世界都是庞然大物的存在 这样大的排场 确实是极少见到 第457章 在于小黑 能够在寸土寸金的中天城占据一条街道 包括拍卖 运输 住宿 酒楼 各大产业 不得不让人惊讶 只是想想也是 天宝阁在整个三千小世界内 于懒金楼 暗影阁并称三大贸易商 资本必定是极其雄厚的 而且 三千小世界内 各大势力 多有臣服 可是三大贸易商 却是始终屹立不倒 与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 也是脱不开关系的 二位 这间上房 是小姐为二位特意准备的 管师带着沐云和秦梦瑶来到一间房间外 微微一笑道 三位 请跟我来 你们的房间 就在斜对面的位置 沐云微微一笑 拉着秦梦瑶的小手 直接进入到房间内 我去 只是 看到房间内的摆放景致 沐云顿时愣了 好美 秦梦瑶忍不住赞叹道 整个房间 至少有两百平米 分为卧室 修炼室 沐浴室 客厅等等 所需日常用品 一应俱全 而且最重要的是 整个房间布置得颇为温馨 看起来十分浪漫 看来 宝少主对你还是很用心的 秦梦瑶戏谑道 如果不是我来 是不是就是你和他在这里了 当然不是 沐云苦笑道 人家明明是看着你这位大美女的面子 才如此热情的 还敢骗我 我哪敢啊 沐云白白手道 不过 这么浪漫的氛围 谈及他人 多伤气氛 我看 我们该做点正事了 流氓 秦梦瑶翘脸通红 沐云却是老手上路 直接抱起秦梦瑶 进入到期间的卧室内 整个卧室也是充满着淡淡的心香 而且一张巨大的圆床 缓缓旋转住 床上花瓣芬芳 气息迷人 这花瓣的香气 还带着一丝丝让人迷醉和冲动的气息 天天在落魂岛那鬼地方 这次 我要与你大战三天三夜了 沐云哈哈一笑 扑了上去 他感觉到 秦梦瑶的魅力 越来越大 这等魅力 来自秦梦瑶本身 准确的来说 更是他神魄的强大气息 冰皇 本就是神兽之中高贵的存在 而且更是神兽之中美丽的代名词 随着秦梦瑶对神魄的掌控 他所独具的美丽 也是得以展示 一段时间之后 浴室之中 木桶内 沐云趴在木桶边 瑶儿 我发现你的吸引力 可是越来越大了 我都把持不住 呸 流氓 那是因为你越来越色了 沐云苦笑道 哪有 色 也是指色你的 听到沐云带有奇异的话 秦梦瑶催骂了一声 脸色战红 好了 好了 不开玩笑了 沐云反手将秦梦瑶抱在怀里 溅起片片水花 长舒了一口气 眼下 三大宗门的鄙视 我倒是不担心 只是 寒天宇被我所杀 九寒天宫恐怕不会撇过此事 九寒天宫 你是不能回去了 沐云认真道 现在你 星儿和萧云儿三人 都已经得知下落 小黑在九寒天宫内 也无妨 但是万无声下落不明 我父亲和他 也不知所踪 秦梦瑶自然是知道 沐云口中的他 是指云星瑶 对于圣母 沐云似乎一直是 没什么好感 哎 无论怎么说 他总是我爹的妻子 对于父亲 我是怀着愧疚了 现在若是能够找到父亲 只要他平安 那就无妨 秦梦瑶依偎在沐云胸口 安慰道 当日我们冲进摩云内时 沐叔叔就不见了 而且那日摩云内 根本没有高手助扎 九寒天宫那些人 也是通过摩云 进入到中州 将我们带走 这么说来 父亲应该是自己逃脱了 只是不知道 他现在在哪里 放心吧 一定会找到的 嗯 沐云心中担心的是 沐清宇会不会在 秦梦瑶等人 进入到摩云之前 被魔族之人带走了 他可是见识过 摩帝查克的手段 直接一抓 便是将他从中州 抓到三千小世界 魔族盘踞在三千小世界北部 其真正实力底蕴 可以说是 整个中域和西域 加起来的总和 这也是为什么 玄空山即便是强大如此 也不敢随意侵犯 其他大势力 因为一旦消耗有生力量 被魔族承虚而入 那将来 三千小世界 就恐怕会变成 魔族的天下 这也是为什么 沐云胆敢现在 就与玄空山为敌 玄空山如果敢不辞辛劳 到达七十二岛屿 一场大战 无可避免 玄空山若是敢消耗 沐云就陪他消耗 好了 暂时先不想这些了 来来来 让我看看你神魄的力量 究竟是运用到几成了 沐云说着 一双魔爪便是朝着 秦梦瑶抓去 无耻 我看你明明是趁着这个借口 想要占我便宜 占你便宜怎么了 旁人让我占 我还不占呢 倩 你不占 打死我也不信 你放心 我怎么会舍得打死你 我要好好整治你 让你屈服 只是总是待在房间内 也是无事 沐云便是带着秦梦瑶 到客栈第二层用饭 虽然两人都已经是壁骨不食 不用烤吃时来维持身体 可是天宝阁的美食 过过嘴瘾也是好的 来到第二层 整个用餐地点 极为浩大 同时容纳千人用饭 不是问题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天宝阁的每一道菜 都是集结天地灵财 最少都是一阶胜受的肉食 这简直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沐云与秦梦瑶二人 点了几个菜 一壶酒 一边聊着 一边吃着 倒是其乐融融 汪汪 只是两人吃饭间 一道狗费声 却是让沐云一愣 小黑 沐云听到声音 目光扫尸四周 距离两人十米开外的 一张饭桌旁 一道青年身影 手里牵着一根青色棉绳 束缚着一只浑身漆黑的小黑狗 那小黑狗浑身毛发乌黑亮丽 煞是好看 只是此刻看去 小黑狗浑身上下 却是带着微米的气息 一双狗眼 也是暗淡无光 冲着那青年狂飞不止 小畜生 我花了一下品铃金买的你 再给我乱叫 我直接给你炖了做狗肉汤 你信不信 那青年全身上下 带着一丝桀骜不驯的气息 看住身边的黑狗 带着威胁的味道 朱铭兄何必如此动怒 区区一只黑狗罢了 旁边一名青年呵呵笑道 你知道什么 那青年哼道 这黑狗可是笑月神犬 圣兽之中地极品 而且更有机会进化成为神兽的存在 哦 一只不能开口吐露人言的圣兽 倒真是奇怪 那青年走上前去 摸着那黑狗的脑袋 汪汪 只是那小黑狗怒气冲冲 直接一口 差点咬在那青年的手脖子上 卧槽 找死 差点被一只狗咬了 青年脸色胀红 一巴掌便拍了上去 林然 打坏了我的狗 你可是要赔的 朱铭呵呵一笑 不在意道 打死了 我赔 马丹 一只哑巴狗 给他脸 他还上天了 林然脸色一寒 手掌抓出 你动他一下 我让你连狗都不如 只是林然手掌 还未碰触到那小黑狗 一道阴冷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直接抢先一步 将那黑狗抱走 汪汪 小黑被沐云抱起 看住自己的主人 一张狗脸上 带着无尽的委屈 汪汪汪的大叫住 舌尖舔着沐云的脸颊 一副轻易的模样 我去 够了 够了 小黑 许久不见 你怎么被人抓了 沐云摸了小黑的毛发 笑道 呜呜 你是说你找瑶儿 结果被人抓了 还被人卖了是吗 呜呜 你可真笨啊 你别忘了 你是校月神犬啊 将来可是要成为神兽的 不会说话就算了 还被人抓了 笨不笨啊 汪汪 只是听到此话 小黑却是一双狗眼 看着那朱鸣和凌然 带着仇事的目光 你是说 是他们抓了你 还虐待你是吗 沐云抚摸了摸小黑 笑道 别怕别怕 我一会请你吃好吃的 现在帮你先揍他们一顿 好不 汪汪 听到此话 小黑一个跳跃 来到秦梦瑶胸前 蹭了蹭 沐云手掌一番 黑色火焰出现 将那青色棉绳 直接烧成渣子 你是谁 看到沐云 凌然脸色一寒 哼道 那校月神犬 是朱鸣兄购买 你这样拿去 倒是很霸道 不过你最后给我们一个 你霸道的理由 没什么霸道不霸道的理由 小黑是我的狗 你们抓了他 我还没找你们算账 你们倒是先找我麻烦 看朱二人 沐云冷笑不止 哼 我说朱亚辉是成了谁的情 敢于反叛朱家 原来就是你 那朱鸣确实上前一步 冷笑道 沐云 你不感觉 你太自傲了吗 第458章 各路天才 沐云 他就是沐云 听到朱鸣的话 凌然一愣 小黑是我兄弟 你欺辱他 就是欺辱我 沐云声音不变 淡淡道 买 我兄弟是你们能够买的吗 小黑本是校月神犬 乃是他当年在中州之时 发现 万年时间过去 一般圣兽早该走到尽头 可是小黑还是原来的模样 而且圣兽能够口吐人言 可是小黑一直是闭口不言 只会汪汪汪地传达自己的意思 但是这不妨碍沐云对他的喜爱和保护 好 很好 凌然哈哈大笑道 你愿意和一条狗做兄弟 岂不是承认了自己也是狗 自甘堕落 听闻你还成立了什么血蒙 想要与悬空山对抗 对吗 自不靓丽的蠢东西 自不靓丽 沐云笑了 只是这一笑之下 他一步踏出 手中一颗九云之球 直接拍入到凌然腹部 这凌然不过是与仙境一重 在他面前肆无忌惮的狂吠 才真是狗东西 我告诉你 我的兄弟 是人也好 是狗也罢 都比你强 沐云声音冷漠 凌然却是闷哼一声 陡然间发现自己大道惊丹 竟是在此刻注入到一股莫名力量 摧毁着他的惊丹 你做了什么 能做什么 沐云哼道 灭了你的狗丹 沐云 你放肆 朱鸣此刻看不下去的 他身为朱家弟子 本是三房一脉 前不久 朱鹏和朱孝前往七十二岛屿 无功而返 甚至朱孝身死 被朱云辉亲手斩杀 他身为三房一脉 自然是乐意看到二房这等情况 今日见到沐云 他才知道 此子当真是狂妄 只是 林然毕竟是他的朋友 而且是西域林家弟子 以前朱鹏和朱孝联手 他没机会争夺家族组长之位 可是现在情势大不一样 朱孝身死 朱鹏惨白 他朱鸣 倒是有机会崛起 拉拢林然 获得林家的支撑 那是最好的 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 才能够在朱家绍组长之位的竞争上 走得更远 管你什么事 看到朱鸣气氛的模样 沐云冷笑道 你敢打我吗 此话一出 朱鸣更是脸色战红 沐云实力不俗 他不是没看出来 更重要的是 他似乎不是沐云的对手 此时已经是为了不少人在这里 万一出手 不是沐云对手 丢人的就不仅仅是凌然 而是他这位朱家少主了 你给我等住 等住你 好啊 哼 炼丹大赛之上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名誉扫地 沐云拍拍手 笑道 哎呦喂 原来朱鸣公子是一位炼丹师啊 真是人不可貌相 你 原来沐云公子 也是一位炼丹师 果然是人不可貌相 只是朱鸣还未开口 背后一道冷漠的声音 突然响起 林笑 你来得刚好 沐云他对凌然出手 废了他金丹 看住来人一身黑衣 面色冷峻 朱鸣立刻开口道 林笑 悬空山弟子 而且此人也是凌家子弟 只是 看到那痛苦不堪的凌然 凌笑只是瞟了一眼 漠然道 废物 丢人现眼 此话一出 朱鸣也是一脸尴尬 那凌然却是一句话也不敢说 拱了拱手 退后几步 林笑来到沐云身前 看住沐云的目光 带着一丝瑕醋 不愧是胆敢与悬空山为敌 倒是有几分实力 与仙境四重 碧骨不时之境 厉害 林笑微微一笑 道 知道厉害 还不滚 不怕我杀了你 沐云冷笑道 杀我 林笑哈哈一笑道 好啊 你可以来杀我啊 别以为你实力强横 便可以同境界无敌 你要知道 这世上 还有阵法师的存在 杀你 我甚至不需要自己动手 那你可以试一试 目光落在林笑身上 沐云微微一笑道 只是我想告诉你 阵法师 似乎不知你是吧 听到此话 林笑倒是一愣 难不成沐云也是阵法师 咦 林笑 你居然也下来了 我还以为你会在房间里 刻苦修炼阵法呢 正在此刻 一道笑声响起 此时正式用餐时间 许多人都是从房间内下来 林笑冷笑道 这不是遇见一些好玩的事情 所以下来看看吧 那几道身影为首一人 穿金带银 十根手指上 全部是戴着空间戒指 一副爆发户的模样 金正宇 你也有心情下来玩玩 好啊 我倒是想看看 哪个事情那么有意思 让你林笑都愿意放弃阵法 下来看看了 金正宇哈哈一笑 目光落在沐云身上 此刻走上前来 他才发现沐云的身影 是你 是我 杀了我金家子弟 你还敢出现 金正宇怒气在胸 我为什么不敢 沐云好笑道 我现在不是好好地 站在你面前的吗 哦 看来你也是来参加 单起比试的 有意思 自认为练了下品圣丹 和下品圣器 这种比赛 你也敢来了 林笑此刻突然插话道 话不能这么说的 金兄 单起比试 谁都可以参加 什么阿猫阿狗不行啊 沐云站在原地 看住两人一唱一鹤 眼中尽是蔑视 这样的人 不教训 真的是看住很不顺眼 可是教训起来 实在是有些丢人 对啊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参加 我记得你林笑 也不过是初级林震师吧 突然 一道清零的声音响起 笑道 看来我万振宗 应该设置限制 终极林震师 才能参加才对 听到此话 林笑本来脸色一寒 可是下一刻 转过身之时 却是笑容僵硬在脸上 王兴雅 最近一段时间来 整个三千小世界内 提到阵法意图 众人都会想到万振宗 可是提到万振宗内的 阵法天才 所有人都率先想到的是 王兴雅 此女这几年时间 在万振宗内 可谓是平步青云 而且对于阵道意图的领悟 也是堪称绝伦 陈兄 王小姐 看到陈渊和王兴雅出现 林笑也是不敢放肆 虽然她是玄空山弟子 可是在阵法意图 万振宗才是首屈一指的巨拨 这两位弟子 可是现在万振宗内 最受青睐的两位 而王兴雅 更是如同掌上明珠一般 被万振宗宗主万道夫 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呵护着 别和我那么熟快 我可不认识你 王兴雅撅住嘴 看住林笑 不耐烦道 小黑本来就是云哥的好兄弟 陪伴已久 你们林家实在是不讲理 什么 云哥 这是什么情况 听到此话 陈渊直的苦笑 他这个大师兄做的 实在是辛苦啊 自己这个师妹 每天钻研阵道 师父都是礼让三分 万振宗内 更是许多老祖宗 对其青睐有加 原本万振宗内 他是最得意的天才 可是现在 他在万振宗内 就是一个跑腿的了 陈渊 去将你师妹喊来 陈渊啊 你师妹呢 陈渊 你可要多向你师妹 学习学习 这几年来 这种话 陈渊真的是听了无数遍了 可是没办法啊 王兴雅一本 三十三天摆阵图 简直是天书一样 让宗门内的大佬 对他实在是不能不客气 就连他自己 也是对自己 这位小师妹 宠溺有加 因为王兴雅 实在是没什么雄徒壮志 想要成为万振宗宗主 他只是研究阵法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感觉自己不够强 每次都是让自己 心爱的人受到威胁 以前 他一直口中喊住云哥 云哥 后来他才知道 王兴雅口中的云哥 就是沐云 他眼中 只有沐云 甚至前不久 为了让师父出面 找寻沐云 还和宗门怒气 最后师父更是被宗门一些 劳古董骂了个狗血淋头 连师父身为万振宗宗主 都挨骂 他更是顺着自己 这位小师妹了 来到中天城 准备参加丹妻镇比试 王兴雅更是立刻缠住他 来找沐云 这刚到这里 就发生了这等事情 这 凌孝不明所以地看住沈渊 期望沈渊能给他指点一下 只是沈渊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根本没打算搭理他 这件事情 是凌然胡作非为 我并不知道 这黑犬是沐云兄所爱 凌孝突然一句话 却是让凌然脸色惨白 兜兜转转 责任全都跑到他身上来了 你们走吧 像你们这样心术不正之人 根本不配参加镇道比试 哼 王兴雅挥了挥手 不耐烦道 我的天 听到此话 林孝彻底傻眼了 这怎么无缘无故 就得罪了这位万振宗的大佬了 此次比赛 他就是为了参加镇道大比的 若是被王兴雅从中作梗 那还比个毛线啊 只是现在他更是不敢反驳 唯有紧握双拳 恶狠狠地看了沐云一眼 愤然离去 连万振宗诸多大佬都是扶王兴雅 他可不想找麻烦 否则悬空山也保不住他 那朱铭看到此景 更是心中恶气难以下咽 狗被抢了不说 还平白无故被羞辱了一番 告辞 告辞 朱铭合金正宇两人 急忙告辞离开 王兴雅现在可是万振宗的宝贝 他们丝毫不怀疑 此刻在此地出手 恐怕立刻会被万振宗隐匿的强者 暴打一顿